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剪辑中最实用的加速小技巧 剪辑过程中最频繁的操作是什么 当然就是修改剪辑点了 对剪辑点的操作是最频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 常规的操作是一遍一遍的播放 拖拽入点或者出点调整剪辑点到合适的位置 或者在新的剪辑点位置上切一刀删掉多余的部分 其实还可以这样操作 把播放头停到新的切点位置上 按下快捷键option加右中括号 一键把出点移动到播放头位置 按下快捷键option加左中括号 一键把入点移动到播放头位置 使用这组修剪工具有两点需要注意 如果时间线上开启了浏览播放头 会将浏览播放头的位置作为新的剪辑点 只要记住时间线上所有的快捷操作 浏览播放头都比播放头优先极高 另外如果按下快捷键没有反应 去检查一下系统输入法是不是在英文状态 有些快捷键和中文输入法有冲突 切换到英文输入法就好了 像我们在剪辑对话内容的时候 例如我这个教程的素材 经常需要删掉说错或者重复的部分 切开再删掉 切开再删掉 或者移动拖拽编辑点 使用我们刚才提到的修剪快捷键 只要是看到合适的剪辑点画面 播放头自然就在合适的位置上 都不用选中素材 直接按下快捷键就完成了修剪操作 每个动作提升一点效率 离下班就更近了一点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